當時短部收容塑裡面收容的狗仔狗年齡的收容 看起來是這隻水的冷暗路市的經濟來駐路 當時兩處收容塑膜面臨到嘲笑的情形 是在灣裡以及散化 各有一個我們流浪動物之家 那我們流浪動物之家最主要就是收容 我們在外面捕捉到的這個流浪狗 那來做一個收容 然後來提供民眾來認領養 那目前的話我們原本的收容量是大概是 兩個動物之家合起來是700隻 那不過現在整個收容的量大概有900多隻 算是有一些超收的情況 董博處中標是說收容塑膜和鳥 剛才是民眾送來之外 還有民眾同步來抓到的 對著下來的更多的流浪狗和鳥 在外面捕捉得更多的收容的壓力 大概我們現在是有大概超收大概200多隻 200多隻 對不過我們也是在眼裡相關的一些配套措施 推了蠻多的一個方案跟措施 盡量把這裡面所有的流浪狗 能夠讓它民眾再養出去 讓這個我們的動物之家 只是做一個中途之家而已 不要這樣子長期這樣子幾個月 甚至說以年的這樣來講 都一直把它關在裡面這樣也不好 正在南西大會條到全部店去賣場 來合作安排定期利用活動 當時還有全部的肚湯 提供到進行更多利用機會 也會大會條訓練到夠了 將屬於收尾到背叛的工作 進來的是這種小狗 幾個月的小狗 其實大概不用特別訓練 被針養出去的機會就很大 就很大 對對對 大概只要看到小狗很可愛這樣子 那大概需要去做訓練的 反而是一些大概比較成全 已經成全了 而且是大型犬 不適合養在公寓裡面 那也是大型犬 也是成全 這部分要推出去的難度會比較高一點 所以它是我們主要的訓練對象 這次就要問議題 做點新節目到店來聽講 這次是晚上 這點棒在南天電視台第四邊 到來報廠 這次要請到南市 董部保護處處長五民兵 分享到流浪到的安提及須用 以及利用議題 歡迎鄉親安市收看